大家好,今天这是我们用了一款粮食提神机 我们在使用粮食提神机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,我们要先把这个粮食提神机挂上去 然后再像我这样,把这个手摇的手柄 按住这个手摇的手柄,然后上升 中间倾倒完之后,我们才松开手柄 一定要注意到了尽头 它倾倒的时候,一定要把手柄送下来 不要一直按住 然后再把它倒退下来,就按下降的手柄 下来之后我们再去装粮食 我们重新把这个粮食挂上去 然后开始升降 大家一定要注意是,我是先挂上这个小车 然后按住手柄的上升键 一直让它上升,上升,上升 它到了尽头,开始倒料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再上升的 我的按钮就已经松掉了 明白了吗,不能一直按 一直按,它会一直走到尽头 然后因为我这个提神机时间长了 所以我弄了一根绳子,它很好翻下来 这样的话,我们再按下降点 它就自动到达了底端 然后再按下降了 然后再按下降